縣長我最後一個問題 我自己個人是非常的不喜歡 使用苗栗國這三個字 在我四年的議員任內 我只用過一次而已 就是我們第26年預算審查的時候 然後我們要刪預算 那一年連續第26年 還是沒有辦法刪的時候 我在我的一支影片 使用了這三個字當標題 但是在這之後 我一次都沒有主動使用過 因為我覺得這是對我們苗栗的污名跟標籤 我們希望要破除這件事情 縣長覺得為什麼 苗栗始終被外界用這三個字 就是來戲虐跟戲成 局長可以坐下 問最後問縣長 我覺得這個苗栗國 也不能夠說 他叫苗栗國 好像污蔑我們苗栗一樣 不是啊 這三個字就是貶義 像比如說你那個台北市 叫天龍國 天龍國也是貶義 天龍國當然是貶義 天龍國是講說他們姿勢甚高 看不到別人 但是我不覺得 真的 而且那個一直說苗栗國 到最後我覺得對我們來講 我覺得也是一種激勵啊 激勵喔 如果把它整個大環境弄好來 該做的大家都很手分的 去以自己的專業來領導自己的急促 我覺得大概全部都很認真的在做 是縣長我自己是這樣子看 外界之所以用苗栗國來稱呼苗栗就是覺得因為苗栗他們都說苗栗有苗栗的玩法 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樣 所以自成一格自成一國 那這個當然是 就是一個貶義 所以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需要去除化的表現 我們希望苗栗的憲政能夠正常化 我們也不求一步到位 要跟上比較 比如說六都或者是其他的縣市 我們希望苗栗能夠正常化 不要再過不要再承受這樣子的污名 那苗栗過去面對到的狀況就是我們的地方政治 不管是跟沙石跟土方跟營造跟黑道掛鉤在一起 那這些甚至這些人物自己就是來從政 那他背後服務的就不是人民 而是服務他們的利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多 這屆議會到現在已經好多同事都被解職了 有會選的有貪污的 那甚至我們通宵五年換七個政長 我自己所在的三彎跟頭份三彎男裝 除了頭份的市長還是四年前的市長之外 三彎跟男裝的鄉長也都換了 所以正是這個樣子的狀況 讓大家覺得我們的地方政治亂成一團 各種利益糾葛跟地方的這些政治人物掛鉤在一起 所以當他服務的不是縣民 而是背後的這些利益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辦法成為一個正常的縣市來治理 這是我覺得苗栗面對的根本的問題 那也最後也謝謝縣長以及所有的局處長 這四年來針對我們在憲政上面 推動的協助跟指導 那也預祝大家未來都能夠繼續的 這個一路順利步步高升 然後也希望我們今天所提出的所有的議題 都能夠不管我們接下來有沒有連任 都希望能夠繼續持續的來推動 好謝謝大家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